OdioJungle 印度媒体的报道称,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的2019财年4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案中,提议给巴基斯坦2.56亿美元的民事援助和8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,特朗普政府表示,这笔援助将提高巴基斯坦的反恐能力,关注国际时政的人应该不会忘记。 特朗普今年第一天说的那番狠话,当天,他在推特上愤怒的像个喷子一样,发文炮轰巴基斯坦不但没有履行打击恐怖主义的义务,还帮助藏匿在阿富汗的武装分子,随后便宣布将暂停发放2.55亿美元的对发援助,阿尔法1月4日撰写的数万美军命悬一线,只怪特朗普招惹到这个狠角色。 一文中,在最后一段做出这样的判断,最终丢脸的一定是特朗普,除非他真不在意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大兵,没想到的是,仅仅过去两个多月,美国就认怂了,而且给的3.36亿美元,比之前的2.55亿美元还要多。 阿尔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,是因为只要美国决策者,一天不放弃阿富汗这块战略料地,美军大兵就一天也不会撤出阿富汗,那美国就无法减少对巴基斯坦的意外。 阿富汗的地缘形状像一个敞口坪,屏蔽是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等国,而巴基斯坦就像一个软木塞,控制着美国力量,进出阿富汗的唯一通道。 做生意的都知道,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生意最好做,那就是垄断生意。 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,你爱买不买,垄断了美军进出阿富汗生意的巴基斯坦,从来没有跟美国漫天要价,可以说十分厚道,反而是特朗普总统不知天高地厚,竟然以截断援助的方式,威胁巴基斯坦。 我们只能说特朗普太自私,从他上任后宣称美国优先,退出巴黎协定,挑起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争端等就可见一番。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,特朗普充分利用美国的超强国力,威胁和逼迫其他国家割肉让力。 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时,特朗普同样如此,特朗普恨不得巴基斯坦能代替美军,承包美国制造和发动的这场反恐战争。 与此同时,美国还将自己在阿富汗战场的失利,都归咎到巴基斯坦身上。 实际上,巴基斯坦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中,只得到了美元这颗芝麻,却失去了国内稳定这个西瓜。 从2004年到2016年,巴基斯坦就有424至966名平民,死于美军无人机的跃进空袭,令巴政府面临着国内民众极大的压力。 此外,巴基斯坦配合美国打击阿富汗恐怖势力,招致阿信内恐怖组织的记恨,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。 特朗普可能压根也没有想到,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,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买路钱罢了。 而且,巴基斯坦给的还是几度折扣后的友情价。 特朗普完全不顾及巴基斯坦的利益和难处,成天拿着几个臭钱来,无端羞辱。 特朗普巴基斯坦,最终招致了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弹和暴富。 我们可以看到,巴基斯坦面对特朗普的威胁,明确拒绝扩大与美国的合作,称,我们不会再为美国做更多事。 因此特朗普关于这不会再有的言论没有任何意义。 特朗普这种张牙舞爪的样子,更多只是情绪化的表达而已,是没有任何力量的。 理智下来之后,还得面对现实,最终的结果怎么样? 不到两个月时间,巴基斯坦就让美国知道了厉害,不但让美国悄悄认怂,而且还提高了要价,多要了近一亿美元。 当然,背后的博弈暂时自然不会为你我知晓,但解读新闻背后的信息,我们就能知道个大概。 早知今日,特朗普何必当初呢?在白宫送给国会的年度预算提案中,做出了这样的解释,预算案申请为巴基斯坦,提供2.5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,和其他形式的援助,以便增强安全局势,促进经济增长,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有利条件。 美国恢复对巴基斯坦的援助,是为了促进巴经济增长,你信吗?反正美国政府信,神坎话题,美国是真的认识了吗?请各位大神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,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关注阿尔法局。